2010年末,张帆帆夫妇请到了刘慈欣共进晚餐 饭桌上张帆帆提出 想要买断三体的影视改编权 就让刘慈欣开个假 刘慈欣因为和这对夫妇聊的投机 卖家酒喝得有点多 随口一答 十万块 没想到五年之后 三体的改编权竟被张帆帆转手卖了1.2个1 真不愧张帆帆名字里有帆帆 五年时间就翻了1200倍 不仅张帆帆夫妇觉得自己赚了 就连花1.2亿 从他们手中买到版权的公司 都觉得自己这钱花得太值了 如今看来这无疑是至今 国内并史上最大的遗憾 以至于三体火了之后 有无数媒体采访刘慈欣 你当初为什么用这么低的价格 就把三体给卖了 刘慈欣面对这种问题 从来都只有一个回答 你们当初早干嘛去了 可能当初就连刘慈欣本人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三体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要知道当年刘慈欣 还只是山西娘子官电厂的一位计算机工程师 三体的故事也只是刘慈欣在工作之余创作的 而创作三体的初衷也十分有趣 80年代末 刘慈欣步入工作没多久 身边的年轻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打麻将 刘慈欣和同事们在工作之余的时间都用来打牌消磨时光 直到周末的一个晚上 因为第二天不用上班 刘慈欣就和同事们通宵打蛋 没想到这一夜 刘慈欣就输掉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 整整八百块 这让刘慈欣产生了罪恶感 一方面是心疼自己的钱 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堕落下去了 于是刘慈欣就再也没有碰过马甲 空霞的时候他则捡起了 而是最大的爱好 创作科幻小说 在这之前 刘慈欣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这个独特的爱好 因为在当时人们看来 这种爱好简直就是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 科幻这个词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认知 回想刘慈欣的童年 有两件事情对他触动很大 一件就是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 那时候他还小 只知道抬头望向行空 就知道在浩瀚的太空中 也曾留下过我们自己的足迹 刘慈欣内心的激动就已经安耐不住 而另一件事 就是自己父亲床下的箱子 里面装满了各种科幻著作 可在那个年代这些书都是不入流的东西 父亲多次警告刘慈欣不要碰这些书籍 可刘慈欣还是忍不住 父亲看到他这么感兴趣就告诉他 这叫科学幻想小说 是有科学根据的创作 然后就把书递给了他 童年的回忆和父亲的理解 让刘慈欣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1999年到2006年期间 刘慈欣的作品《流浪地球》 三体等多部作品连续八年 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银河奖 他本人也成了中国科幻作家第一人 2015年 三体还摘得了科幻界最高荣誉的余国奖 就连当时按国总统奥巴马都曾动用白宫的关系 向刘慈欣催稿 这才提前读到了三体中章的手稿 读完之后 奥巴马更是感慨 同宇宙相比 我这个美国总统也太渺小了 有人戏称所有的互联网大佬都是一本三体打天下 马化腾曾经深夜给刘慈欣打电话请教关于三体 中黑暗法则的深层次含义 雷军曾在金山集团的战略会上 号召所有员工读三体 学三体 周鸿一多次登门拜访寻求三体的创作灵感 这本广受好评的三体在各种评分网站上的排名史中 名列前茅 截止到今天 三体的全球销量早已经突破了2500万册 海外销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00万册 在日本发售当天就供不应求 以至于一周之内加印数十次 Fansby创始人扎克伯格曾说 我非常喜欢三体 特别推荐 如果你对中国历史虚拟现实 科幻小说感兴趣 就请读这本书吧 著名科幻作家 韩松评价三体说 刘慈欣将我们之前所写的所谓的科幻小说都撵得粉碎 三体作为我国科幻小说的巅峰之作 刘慈欣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 为我们描绘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宇宙战争 从中国的八十年代到宇宙归零 它把科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以预言历史进程的手笔为整个地球作序 如果你还没读过这部宏伟巨著 强烈建议你去读一读 读懂三体的人绝不会将自己的眼界置身于单纯的三维世界 它会有一个清晰宏大的宇宙观 进而从中发现与拓展人类生存的意义的核心象征 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 在神话与科技的摇篮里 宇宙度过了它的婴儿时代 那些所谓的人类生死和历史 在宇宙漫长的时间面前 显得是那么渺小 和浩瀚的宇宙相比 还有什么难题能够困扰我们